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好,我是Chris 我目前是在複格創意工作室工作 同時也是現任了Drupal的戰場 我們有好幾位戰場 其中一個加算是設計師背景 其實我做的事情蠻多的 我有時候是designer 有時候會做一些prime-end 然後經常是在Drupal的CMS Builder 然後偶爾也會去管一下伺服器 然後沒事的時候我們公司還會做設計 另外設計巧克力這樣子之類的 那可能大家 所以我自己的背景是不是蠻複雜 所以很多人問我 你到底是designer還是engineer 我也沒辦法回答這個 那我只能說我念設計 然後可是我曾經也在校園網路裡面工作 管伺服器這樣子 所以可能也許在座的人 可能不見得知道我是誰 跟大家一聽我看過這張圖 對這張圖就是我在右邊這樣子 那所以這張圖給我一個人感想 就是我不知道是說 可能我設計可能還沒有做到那麼好 所以輸人家 或者是說工程師可能本來就 魅力就輸設計師一點點 但是我可以確認就是 可能肯定是輸給正妹就是 好那廢話一下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就是在公司裡面 有承接過一些就是網頁的一些案子 那其中裡面因為今天是講RWD嘛 那我就把幾個案子 那還有包括就是我們寫出Drupal 去做的這些網站 那這幾個就是有 應該說就是套用RWD這樣的設計的網站在裡面 所以說今天第一個 要來跟大家講的 當然是有第一個Drupal 這個是在歐洲那邊的一些Drupal 當中就很很宅的 然後就把這個Drupal畫成超人的東西 還有那個漫畫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改天找我來借來看 那個漫畫真的太齋了 就是工程師畫漫畫 然後裡面所有都在講Bug啦 還有這種Share Comment啦 這種對話 然後他們就說要趕快大家來一起 那個Spring Coding 然後來救客戶之類的這種內容 對不對 就還滿無聊的啦 對 好那所以當然第二個 我們要講一下Response Design 當然在這裡面的話 其實我不會去講太多有關於Response的一些技術太過的問題 因為其實很多人有其他人的在Plan session 可能也有聽過了 所以我在這裡面主要大家會講說 他的概念大概大概基本概念是 他要解決什麼問題 那我們Drupal可以來解決哪些部分 在最早那個Ethan的一篇 就是2010年的文章 他過的這句話 其實最基本的定義就是說 網頁其實我們不希望他有任何的限制 我們希望他能夠盡量的有彈性 那到那是2011年那時候講的話 那到現在我們可以發現 已經越來越多的各式各樣的瀏覽器的裝置 行動裝置 所以這句話現在相對來講 格外的就是更是符合現在的狀況就是了 好 所以在Ethan Markov那時候在講的其實有三點 我覺得這三點是做RWD的時候 就一定要記得的三件事情 第一個Adapt就是你要去適應 適應什麼 適應你的使用者的瀏覽界面 你要去回應 因為在不同的狀況之下 你的跟使用者互動不同 所以你的回應也不同 再來Overcome 你在做RWD的時候 一定會遇到一些問題 那我們就必須要去找出一些技術 找出一些方法 來把這些問題給解決掉 那如果簡單來講 我今天會以一開頭的部分 我會用Jubert來做Demo 然後有另外一部分 會用Jubert機器來做Demo就是了 那在適應上來講 其實我們最常的 第一個我一定會想到的就是圖片 圖片的寬度、大小 怎麼樣去符合你的瀏覽器 其次就是說你的介面 那介面我們使用一個網站 一定會用到的就是Manuel OK 那怎麼樣去處理一些問題 我們可能會經常會遇到 就是剛剛在講嘛 一個很大的圖片 你今天只是用Responsive把圖片鎖小 但是使用者 你用一個寬度只有480px的手機瀏覽器 然後你卻要他讀一個寬度 實際大小是1200的 這樣合理嗎 那會影響到他的流量 還有效率的那種問題 那這也是必須要去就是 Opercome去把這些問題解決掉 所以在這裡面 在新的目前就位版本 他還在Alpha階段 那預期啦 其實希望是年底的時候 他可能會正式的推出 那他裡面開始有 Drupal他在想說 我們要把RW問題 納入核心裡面來考慮了 所以他開始加了很多一些 技術的東西進來 那早上其實我有聽一下 就是Mike在Pinkoid的案子裡面 他去介紹很多一塊 Media Query H05還有RESS的這種的做法 那當然同時我們也其實 Event也在昨天的時候 也有跟我們講過有關的就是 SUSI 我們怎麼樣 假設你今天是自己要科技的系統 自己要科技的網站 也其實也有很好的工具 那當然我今天想要講的就是 直接是Juho吧 那剛剛Juho話屁事對不對 因為其實你有那個工具 其實我們已經可以寫 很好地很好地網站了 對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今天就可以把畫面就關掉了 就 今天就不用講了 那當然不是這樣子喔 Juho在我發的版本裡面 那為什麼我們想要用它 為什麼想要利用它來開發網站 當然在工程師院應該會有提過一句話 就是說我們不要永遠都在造輪子 我們希望可以是利用別的東西 然後一個整合的東西 然後你focus在你的content 做你的內容 那這些技術的問題 我們盡量交給一些比較好的架構來處理掉 那當然也是同時 為什麼我們要用很多不同的CMTNC Framework 不同的PHPFramework等等的 所以在Juplo 8裡面 其實它有幾個重點 就是說它的Core核心的一些版型程式 它都已經做好它的Vidia設計了 然後它也直接把HL5應用進來 在它本身那一件的這個FORM的格式 也都可以應用HL5的Type 包括Infotype、包廂、URL、FORM那些的 然後 但對於相下相容 比如IE87以前的版本 他們也已經把HL5 Shift 給加入這個核心裡面來 那同時也有考慮到一些breakpoint的問題啊 那我們怎樣去利用Picture Field 這個S這個模組 它也讓它核心裡面來 對於一些不同瀏覽器 我們可以做圖片大小 跟breakpoint對應的問題 那當然還有很多很多的這個Think 像Rugose Xenar或是Adaptive Thin 或是Bootstrap這一種的 其實也都很多人把一些很好用的 一些版型的架構 都已經納入到Juplo裡面來了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今天你想要用別的這個版型架構 或是CS的架構 會沒有辦法在Juplo裡面去應用 好那這邊我就擠了幾個畫面 說這是Juplo吧新的他安裝的畫面 那當然安裝這個其實沒什麼 但一個重點就是他比你寫的漂亮很多了 但可是他其實厲害的是 你今天想要在手機上面安裝的時候也可以 他連安裝畫面都已經Responsive Design了 那你待會有人問我說 我怎麼會在我手機上面去安裝網站 這個我今天問你 我自己早上問了我自己一次 有沒有這個可能 其實是有的 因為現在Juplo它有人在網站上面做一個 就是好像30分鐘 你在線上直接安裝網站 你不需要管理有沒有MySQL 你不需要管理那個伺服器 你只要登記一個帳號 然後說我要安裝Juplo 他線上幫你安裝 你30分鐘可以去測試 他我這邊 他叫simply test.me 那如果大家可以查的話 我這邊沒有寫到 可以去查那個網站 那這個時候我就可能用我的手機 我想要很快demo給客戶看的時候 我可以活著 就會在上面安裝 那這個安裝好的介面 它大概是長這樣子 它這個選單介面跟以前的版本 已經有很大大不同了 它在垂直的這個手機的版本上面 它會自動變化 然後變成下一次的選單 那可以看到有一個比較特殊的說明說 我們手機上面怎麼樣去編輯 編輯內容 它有一個編輯模式 然後通常我們如果在 desktop的時候 這個編輯的符號你只要你過去就出現 但是手機不行嘛 它沒有Hopper這樣的行為 所以它就加上這個編輯模式 所以你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去編輯區塊 編輯文章內容、編輯文字等等 好 這是就是Juho8人 它可以做的事情嗎? 其實不止 它還有一個很 還沒有進入核心 但是我還滿其他的功能 就是說 既然它是一個RWD的網站 那它可不可以自己測試一下自己? OK 有這個東西 我們可能常常會去找一些其他測試的網站 然後有一群很窄的工程師就把它寫出來 寫在核心裡面 然後你要去測試iPhone、測試Nexus 還說你要去加上不同的尺寸 可以 你可以自己做 更酷的是 它可以幫你轉一下 OK 所以很快的我們看一下 大概網頁就是長的樣子 然後它這個選單它會在這邊出現 你可以把它改成橫的、直的 可以自己改 那今天你的視窗 我想要直接縮小 它會自己變成直的下來 那我剛剛在講的就是說 我們編輯的時候 它其實會有這種編輯、快速編輯的選項 那它本身已經納入了 CKEDITER的即時編輯在這個地方 OK 那如果你今天在手機的版本的時候 我們假設說我們現在是沒有可以Hover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按下這個編輯模式 也是一樣 一樣可以編輯這邊的內容 那剛剛看到的那個 那就在你的網頁裡面就可以內建的一個解釋器 然後轉一下 OK 那這是它核心你安裝起來就有的功能了 那當然最後這一個是它目前還在Propos的階段 會不會最後進入到核心 當然我還是滿期待的 那這些東西如果你今天是Juple 7 user的話 其實你還是可以找這些相關的工具 OK 所以大概回覆一下就是說 Juple 8它已經把Response Design考慮到核心裡面來了 然後它也會直接支援H.5 然後甚至可能會有一個很酷的工具 好 那在講Response Design的時候 其實同時我們先講一個比較問題 不會那麼多問題的它就是H.5 那它本身但基本上 其實H.5我覺得對我來說最重要在RWD裡面 它需要的是一個相同性的問題 其次它是一個互動性的問題 那在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在Juple 8裡面它已經把H.5 Shift 已經納入到核心裡面來了 在以前版本裡面大部分都是要靠版型 去把這個功能給加進來 那它已經直接加了 那它未來的話 它希望能夠再支援 目前下面的這兩項是正在進行中的 還沒有正式完成的 就是說它希望把Video跟Audio這兩個東西 也可以加進來到核心裡面去做一些 格式上的一些處理 那目前的話它已經在核心裡面已經可以 假設你是寫模組的時候 你一定可以把這些input type 寫在模組裡面了 那它還沒有把UIL介面做好 如果UIL介面做好的話 我們在建立欄位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選說這個欄位它是Phone 它是Telephone,它是URL,它是Email 那你們未來在手機上面互動 你用編輯的內容的時候 你自然你的這個編輯器 三分之間的鍵盤 其實就會呼應到你的這個裝置上面 所以說為什麼我覺得 H&M5在它的D裡面很重要 就是這個互動的問題 你怎麼樣在一個網站裡面做編輯的時候 即使在新動裝置也有很好的這個編輯經驗 所以H&M5的部分其實很長一點點 那後面會講就是兩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因為我比較focus 本身比較focus在前端開發 也就是版型設計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第一個我先講Theme 在Email裡面其實最常用的三個基礎的Theme 就是包括Zen 它目前是應該是一直以來的第一名 然後第二名跟第三名就是Adaptive Xen 跟Omega 那這三個他們都已經寫了很好很好的 就是對RWD的直接的支援 OK 那其實它很酷的事情就是 Zen的這個開發者目前也是跟我們台灣 他也住在台灣 他是有美國人 他是台灣女婿 然後最後都住在台灣 所以我們還滿滿有機會可以跟大家一些請教這樣子 那這些事情它其實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說第一個 它從7的版本的時候 它就已經把H&M5的這樣的格式起來裡面了 然後都可以直接支援Media Queries 那它不管是說它在GUI介面裡面寫好了 或者是說它在它的這個CSS file裡面也已經規劃好了 那同時它也都支援SaaS直接的開發 然後本身也都有Grid system 然後另外在Drupal的User 很Geek的User就是說 我們會使用Grid 它就是你可以直接在社會端上面 用一些Show Comment的模式去操作它 去使用它 那可能目前我們常見譬如說做一些Reset啦 或是一些相關的問題 Response JS跟H&M3 其實在7以前的版本他們 7的版本他都已經把它繳到那個版型裡面來了 那當然如果你說這些你都不想用 你有熟悉開發的其他的一些版本 那可能這些本身也都有一些很好的Developer 他們已經把它轉換成能夠跟Drupal相容的一些版型 那所以說你可以利用Drupal的內容的管理功能去使用它 可是這個在版型開發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些你很習慣很好用的工具 所以說我自己本身我常用是剛剛最前面講那個Adapt 就是AdSync那一個 那所以我這邊稍微看一下說 它的這個版型它其實寫得很好的GVI功能 那這些其實省掉我們很多Coding的時間 那在GVI上面的話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是有根據Standard 然後Tablet跟那個Smartphone 它的Layout都可以直接做這個Fluenet的這個處理 然後這邊可以直接寫那個Media Query 我們就直接用GUI界邊寫 它會去幫我們處理這些事情 然後會把它錄到檔案裡面來 那它甚至你可以去在像這個 版型它可以去選擇說 你今天是要Mobile first 還是要這個Desktop first 所以它在整合這些檔案的時候 它可以有 因為Media Query它有覆蓋前後的問題嘛 所以它就可以按照不同的順序去做覆蓋 甚至你今天不要做DWD喔 那可以 你可以把它關掉 所以我大概看一下說這個版型 其實我們以這下面這四個Color來看的話 我們在移動的時候 它在比較小的都是兩藍的 在小下去的時候 可以變成就是變成單藍式的 那這個我們在 如果要透過這個版型直接改的話 它的功能可以這麼做 它這是在我們的Panel部分 所以我選到四個部分 那我維持這個是第一個一樣的 我把這個部分改成這兩個格式 再把這邊改成四個格式 最後Smartphone的 就會維持是這樣子的 那剛剛那個可以開關的那個問題 好 模式 你今天是那個Mobile first 或是Desktop first 可以在這邊可以設定 甚至你要把Design 我就勾一下 就可以把那個Response 那些CSSS給給污列掉了 那我開了就是開發模式 所以可以看到把這個區塊比較明顯的 把它標示出來 那剛剛我們把它改成是左右是上下 然後右邊兩個是這樣左右的 所以它就已經馬上可以符合過來了 好 所以我們剛剛學到的 就是這些在Juco裡面 這些很就是很常見的這些Think 它幾乎都已經可以支援RTWD了 所以你在開發的時候可以減掉不少功夫 然後它也把一些常 你也可以選擇一些你常用的一些framework 那所以說真的一個好的繁星 別帶你上天堂 那在最後我們來講一下說 在圖片處理這個部分 其實圖片處理一定會是在RTWD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想一下 剛剛我們一開始講到這三點 就是要適應、要回應、要解決問題 那剛剛講的是說 對於圖片、對於互動的選單 對於頻寬我們要想辦法去處理它 那我們換一個程度來想 在圖片上面的時候 就是你要去適應的是什麼 寬度、圖片的尺寸 再來圖片有時候我們會有一些工具 比如說Lightbox啊 或是一些slideshow啊 那它會有一些相對的一些控制的元件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處理這些事情 那或是說有一個按鈕 我們要怎麼樣去處理 那最後的話就是 Fan為什麼我們就要去考慮到說 速度怎麼樣 那今天圖片的解析度 是不是適合你現在目前所使用的裝置 OK 所以我簡單把它分成三個部分 就是說第一個我們要去配合裝置 第二個我們要去把這個 如果它對於圖片處理的能力給找出來 什麼樣的裝置 它的capability是什麼 它可以讓它讀到Sporta的圖片就好了 那當然現在因為還有resolution的問題 就是包括說像iPad會有什麼這樣的圖片 那它怎麼樣讓它在不同的這種裝置上 不同的進行度裝置上面 也可以非常的清晰 那這邊有一些例子來跟大家解釋 那這是我之前做的一個RW網站 它甚至這個是我在6的版本上面開發的 所以說那時候甚至沒有很好RWD的這個內容 但是我是用這個來做 那我到了平板跟這個手機的裝置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個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們在圖片上看一下 這邊是有這個空置的按鈕 然後這邊還有做一些陰影的一些處理 就是有些美化的效果 但是在 desktop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工具拿掉 因為基本上它不會Hover這樣互動 那這種有時候多餘的這個處理的話 有時候會是因為美工上面的一些寬度 有一些裝置性的元素 沒辦法很容易的留在上面 所以我們把它可以隱藏起來 那當它到最小的這個就是手機畫面的時候 可以看到這個暴民的按鈕變大了 那因為我們要觸控 要跟你的人手指互動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考慮到這些事情 那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在這個選單的部分 選單的部分的話 當然我們已經在一開始就預留了它這個高度 是比較好觸控的 那可是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在這個部分 那因為這個是瀏覽器直接接下來的圖 如果你在手機上面看的話 手機會有自己Render這些phone error的方式 那如果大家有經驗用這種下拉置選單的話 會特別發現 為什麼要把它開下拉置選單 你在iPhone或在Android上面處理的時候 它會跳出另外的視窗幫助你選 所以那個反而會帶給使用者比 按這種按鈕更好的這個使用經驗 所以剛剛只是單純的對一些圖片 對一些元素做的處理 那我們剛剛另外講的最後一點 也就是第二跟第三點就是capability 還有這個就是bandwidth 就是performance的問題 那在Juco 8裡面 其實我們開始有一些比較好的工具可以來應用 第一個是我們其實在Juco裡面 常常可以做一些image style預顯處理 也就是說你上傳一張圖片 然後Juco可以幫你把它儲存成不同的 幫你預先的先切圖 或者說做一些處理 然後我們可以再另外去設定那個wherepoint 在怎麼樣寬度的裝置的時候 你可以去設定好 然後透過一個picture mapping的方式 它可以把兩邊給對應起來 所以我們去設定wherepoint 這邊可以看到有一些那個media query的設定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音域style 那這邊可以看到比如說有不同的尺寸的版本 然後我們透過picture mapping的部分 就把它match起來了 那它的code就看起來類似這樣 它就是利用那個picture fill的方式 那它可以在不同裝置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去讀取不同路徑的這個檔案 那這時候你下載的時候 第一個它會先了解你的尺寸是多大 那就下載適合的圖片大小就可以了 那所以說當對於最比較大一個 就是視龍魔這種畫面的話 那怎麼樣處理 其實也是一樣的方法 差別只在於說我們在breakpoint這邊 它可以去勾選就是兩倍的還是1.5倍的 1.5倍好像是比較對應像是Nexus 7那種平板的 所以說你就可以對應可以做大一點的Nexus style 然後我們在這個match的時候 選項就會多出來 比如這邊看到1倍的 然後2倍的 你就可以在這個時候的狀況下 給它2倍的大小的圖片給它 那它輸出的時候 它還是會去鎖定它的這個寬度跟高度 它會把它自動把它除以2 所以它大概就會出來之後就會再複雜一點 那重點就在於說 這些2倍的它會在這邊自動幫你加上這個 跟media service的這個東西 它就會去判斷 所以剛剛是知道說 其實我們在圖片處理的時候 基本上大概就是百分之百的這個寬度 當然是我們一定會用到的 然後互動的方式我們一定隨時要去publish到 必須特別是在控制跟你的網頁互動的時候 然後picture mapping那個工具 可以很好幫我們把那個breakpoint 還有image、style兩個可以整合起來 那在比較高的resolution的時候 其實只要調整那個markline的工具 其實就可以直接做處理了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這邊就不特別去做demo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等下來跟我 就是我可以用我電腦去demo給你們看這樣子 就是code它怎麼去改變 好 所以說最後我們就是 再思考一下就是說 剛剛我們學到的東西就是 Drupal Core已經有RWD了 那它其實它目的 最大的目的是在帶給大家 更好的這個編輯、編寫的一些經驗 然後它在UX跟UI部分也做了很大很大的改變 那圖片處理在image style 已經在Drupal 7的版本裡面就已經有了 那它現在又加了breakpoint跟feature mapping進來 所以它有更好的這些處理的方式 然後可以同時譬如說我們這對不同的裝置啊 不同的大小都有一些很 應該說不用寫後的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東西給設定出來了 那performance的部分的話 那是一個concept說 欸到底掛這麼多模組 很多人會問說掛這麼多模組 它到底效能好不好 我只能說 當然你在社會端之間越多 它當然它效能是會有影響的 那RWD的部分來講 導致說很多東西其實反而是前端 比如說透過JS、透過CSS 基本上你做好比較好的這個CDM 或是檔案這些配置等等這些方法 應該就不會影響到太多 那這次有人大概比一下 JUK7、JUK8 可是相對比起來 其實它沒有退完啦 但是目前最新的測試看到的是說 其實它消耗的記憶體 相對來講反而還比較低一點 那這個其實就比較留待就是讓做developer 可以做比較多的研究 或是把它的效果再去做更新 或改善這樣子 好 所以以上大概是我對RWD這邊的分享 那接下來剩下一點點是我想要講 就是講到關於JUK8這些事情 就是說很多人問我說JUK8可以幹嘛 然後我說它可以做網站 什麼網站 如果你看到你只是做網站 那你可能看的是上面那一塊而已 那你可以我想一下什麼網站 全權網站、電子商務網站、報名網站 你可以做專案管理的網站 所以它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那所以說給engineer跟developer說的話 就是說不要 我覺得說有時候我們當然是要開發很多很多 很酷的輪子 像這種輪子看起來很酷嘛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有辦法去開發很多的輪子的 而且說你要控制很多輪子的時候 你不如找一個很好的工具 去幫你把這個輪子給兜起來用 你要做的事情其實是怎麼樣去整合它們 怎麼樣把這個每一個零件給做好 那給designer我想要講解說 JUK8它是一個很大的仿生獸 它是一個很龐大 然後雖然說有這麼多的滋味末節 但是它還是可以互動得非常良好 那designer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做漂亮一點點這樣子 或者說當然它還有更好的跟人的互動 所以說OK 那我非常就到這邊 那也歡迎大家就是對於世界面史有興趣 然後可以跟我聯絡 然後也可以上巨國台灣的網站找我這樣子 好 謝謝 好可樂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